未来一周天气仍然是热热热 而且中午以后要留意又急又大的午后雷震雨 从微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在我们上方 甚至我们东边的太平洋海面 以及西边的华南地区 云量很少 大家都知道 现在正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而且这样影响天气形态已经好几天了 至于它周围的情形 我们看北边其实是北退的梅雨封面 而高压南源的热带海面上热带云促萧涨涨 当然未来几天 在我们上空的太平洋高压 它强弱还是会有些变化 至于在未来的天气 未来的天气形态依旧是两种形态 每天还是会有午后雷震雨 那午后雷震雨会随着 每天的大气稳定度 水气的饱和等等 它下去会不太一样 而且容易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 另外我们刚好提到太平洋高压 在未来一周 它还是会有东退西进强弱的变化 所以它会造成局地风向的改变 而这些决定风向的改变 会让一些营封面地区 不止下午 甚至夜里清晨的时候 都会有些断续降雨的情况 譬如在今天开始 一直到星球这段时间的中南部地区 夜里清晨会有些灵清短暂降雨情形 而周末以后 在东南部和恒川半岛 有些短暂降雨情形 但是主要还是要提醒是 午后雷震雨带来的雨势 就以今天来说 其实今天所下的雨 当然整个范围来比起来 不会像昨天那么多 但今天午后对流云 还是发展的旺盛 预估西半部的山区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至于明天所下的午后雷震雨 明天雪气又比今天来得多 大气稳定度比今天来得低 所以明天午后雷震雨 又会比今天来得明显 我们预估明天在大台北地区 以及其他各地山区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至于未来几天的午后雷震雨 甚至今天明天 我们预估局部大雨的区域 还是会随着实际对流云气而变 所以气象鼠会随时观察 对流云气的发展 再告诉大家哪些地方 可能会有大雨 豪雨 闪电雷击 强阵风 或是冰雹等剧烈天气 请大家多留意 再来这是我一开始提到的热热热 未来一周 澎湖金门马祖和东半部地区的高温 都在33度到34度左右 尤其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台东还是可能有焚风造成的高温 而至于北部中南部地区 未来一周都是在36度上下 提醒大家这种天气形态之下 大台北地区 中南部靠山区的内陆平地 花冬纵谷 甚至可能有焚风的台东地区 都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一旦出现这样的温度 气象鼠就会发布高温资讯 提醒大家留意 就以今天来说 今天在台北市 以及台中以南的地区 都是属于高温资讯 36度以上高温 我们提醒大家留意的地方 尤其是台南和屏东 尖江可能连续是第九天 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因此这种天气形态之下 还是提醒大家 适时补充水分 外出做好防晒工作 避免热伤害 还有中午以后真的要留意 又急又大的午后雷阵雨 当然我们说过 每天发生明显雨势 造成剧烈天气的地方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从事活动 请一定要参考我们最新的资料 也提醒大家 若前往山区或溪谷边 也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有午后明显降雨的情形 注意安全 以上是今天早上的天气说明 高层冷心低压 我们就学理上来说 就比较是在很高的高空 有一个比较冷的系统在我们上空 我们也知道 如果低层是比较暖 高层是比较冷 就我们就像烧开水一样 在底下一直在烧 然后上面又比较冷 所以会加强它的对流 因此会容易引起 旺盛对流的云气运动 造成很旺盛对流云气 在我们上空发展 其实这个冷心低压 它在上个周末 一直在过去的几天 都已经影响我们天气 所以有些地方午后震雨下的 甚至伴随冰雹等剧烈天气 而这个冷心低压 今天已经移动到广东洋海 所以相对而言 我们上空 应该说台湾附近的大气 已经不像前几天 那么不稳定 可是呢 我们仍然是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水气还是多 因此仍然会属于 有午后雷震雨天气形态 而且也因此 我们只提醒大家 午后雷震雨 还是可能会有 局部的旺盛对流云气 带来明显的天气 请大家多留意 感谢观看